双子行案让国民党努力营造的清廉形象受到了影响 而再过三天也就是9月7号星期六 国民党即将改选中常委 而之前才被党内新生代踢爆有换票联盟 而现在又传出有参选人送价值1500元的红酒 不只对党主席马英九一再重申了清廉形象带来冲击 也透露出中常委选举背后国民党内酝酿的全力盘整 国民党改选中常委46人抢32席 之前才被爆有换票联盟 现在又传出参选人潘俊荣送1500块的红酒 本人低调没有出面说明 但选个中常委负面消息不断形象很伤 被点名这一个是否是属实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查证 我倒没有听说谁操盘 但是中常委这一次的选风沸沸扬扬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希望大家都应该要顾及到 我们在国民党的形象 党内同志开炮要参选人谨言慎行 何况之前传出的换票风波都还未平息 透过人际关系互相拉抬 我不清楚这个所谓 因为我的选举 你看我到现在还是穿布鞋 我就是一票一票 拜托 然后打电话 因为剩下最后几天 我没有收到 所以我也不敢讲说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本人没有收到 所以我不敢讲 中常会是一个国民党最 最主要的一个权力核心机构 那么它也代表了整个国民党最高的 这个党义的一个走向 那么如果连这样的权力机构 都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忧心的 踢爆换票的新生代 要在党内争取年轻与多元空间 而中常会向来是国民党决策核心 但马总统执政后中常委权力不章 这回又再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背后的权力盘整 备受瞩目 U-DN TV 蓝阳三里 王轩 台北报道